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斯尼 这一节我们看一道新的算法题 它就是在一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中 快速查找两个满足条件的元素匹配 那么对于数组呢,还有多个元素的数组呢 它的排序方式其实有多种 要不然呢就是升序排列 也就是元素从小到大的排列 要不就是降序排列 元素从大到小排列 那么前几节呢,我们还看过一种排列的方式 叫波浪形 也就是从低到高,然后再从高到低 然后接着再从低到高 那么这种形式又是一种比较诡异的排列方式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一种新的 有点比重不同的排列方式 叫绝对值排列方式 那么绝对值排列呢 就是它元素里面的大小呢 不是按升序排列的 但是呢,所有元素的绝对值呢 一定是按元素排列的 所以绝对值的排列呢 元素的排列呢,一定满足这种条件 Ai的绝对值小于aj的绝对值 只要i小于追 那么下面我们就可以给定一个这样的一个绝对值排列的数据 大家看,在这里面的数值呢 都是正负交替的 但只不过是那个负数的绝对值呢 它的排列呢,肯定比它前面的正数要大 所以这种数组呢,叫绝对值排列 那么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题目是这样的 我给定给你一个元素k 然后你在这个数组之间呢 找到两个元素下标 使得这个ai加aj正好等于k 就是这一个问题 那么前面我们面临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的处理 那么当时我们用做的 当时我们的做法呢 是用折半查找 一开始呢 我们先从这个i开始固定一个元素 然后用这个k减去这个元素之后 在剩下的部分里面折半查找 那么如果不行的话 再固定第二个元素 然后再从后面的元素中折半查找 那么原来的做法呢 放在这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中呢 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 那么也就是说 以前我们用这种折半查找的方式呢 去处理这道题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是问题在于 折半查找的时间效率是n乘以logn 那么这个效率呢 其实不是最好的 那么其实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我们回想一下 假设我现在这个数组里面全都是正数 先假设它全都是正数 那么我如何找到两个下标i和g 他们元素之和等于k呢 那么我就让一个这个下标i指向第一个元素 这个下标追指向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两个相加 如果结果之和正好等于k的话 那么我们就返回 那么如果这个i加追 ai加aj如果它大于这个k的话 那么我们就让这个j的下标呢 往前挪一个就行了 然后再继续匹配 那么如果ai加aj它的指小于k的话 那么我让这个i的下标往前挪 往后挪或者往前挪 指向75 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再两个核再相加 再匹配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的原始数组中的元素 全都是同样的符号 全都是正数或者全都是负数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办法是可以的 用一个下标指向第一个元素 用另一个下标指向第二个元素 用另一个下标指向最后一个元素 然后两者相加 如果这个结果大的话 把第二个把指向后一个元素的这个下标呢 往前挪 如果他们的和小于k的话 把指向开开头元素的下标呢 往后挪 那么这种方式呢 最后得到的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就是on 那就比原来我们折半查找的效率就要高很多 高一个量级 但是呢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 那么绝对值排序的数组的时候呢 用我们刚才的做法就行不通了 那么需要稍微的变通一下 那么这个变通是这样的 对一个绝对值排序的数组呢 我们要满足这样 找到一个这样的两个下标 使得他满足现在这个条件 那么这种情况呢 必定满足下面三种情况 第一呢 这个AI和AJ都是正数 AI和AJ都是负数 也就是说这两个元素是同号的 相同符号的 那么第三种情况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AI和AJ就是一正一负 如果这三种情况都不能满足的话 那就表明在数组中 不存在这样的下标 I和J 使得他们之和能够等于k OK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分别以三种方式来处理了 那么我们先按照 先按照前两种方式去找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让这个I呢 始向第一开始的 假设都是正数的话 我们让I始向第一个正数 那么让J呢 从后面起 始向最最后一个正数 然后两个正数之和 相加之后 看一下是不是等于k 如果这个相加之后大于k的话 那么后面 那么指向前面的这个正数呢 就要往前挪 挪到下一个正数 比如说第二次就要挪到103 如果还是小于k的话 那么这个I继续往前挪 挪到下一个正数 那么他就要越过147 挪到164这里面 那么如果是他们之和大于k的话 如果是小于k的话 这个大于k的话 这个I要往前挪 如果是小于k的话 那么指向后面的最后一个正数的这个J呢 就要往前挪 挪到前一个 如果还是这个大于k的话 那么他要继续往前挪 挪到下一个正数 这时候这个J呢 就要越过这两个负数 那么走到下一个正数上来 那么这是我们处理两个 两数之和都是正数的情况 那么同样的 我们再处理两数之和都是负数的情况 就可以这么做 首先呢 这个I指向最开始的一个负数 这个J呢 也是指向最后的一个负数 那么两个相加 如果这个值呢 正好等于k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条件就 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值呢 它是这个小于k的话 那么小于k的话 我们这个小于k的话 我们这个 小于k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当前的这个I呢 把我们当前的这个小于k的话 我们就要增大这个值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J呢 往前挪 把这个J呢 往前挪 往前挪的话 就要就要越过其中的两个正数 越过两个正数之后呢 就要达到这个负的238 就要达到这个 就要越过后面两个正数 达到这个下一个负数 所以如果是两个值全是正数 或全是负数的时候呢 这个I和J 所以每一次挪动的时候呢 一定要连续挪到下一个啊 一定要连续挪到下一个正数 或下一个负数 OK 这时候这是一点 那么如果它是一正一负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正一负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采取另一种办法 就是让这个I呢 指向最后一个正数 让这个J呢 指向最后一个负数 如果两者之和呢 这个比这个K要小 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个负数的这个J呢 往前挪 挪到下一个啊 更小啊 挪到下一个增大的负数 那么两数之和 如果是比这个K要小的话 就要让指向负数的这个J往前挪 挪到下一个负数 然后两者将加 再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等于K 如果两者之和 比如说两者之和 比这个J要大的话 比这个K要大的话 那么就要让这个指向正数的 这个这个I呢 往前挪 挪到下一个正数 这个指向负数的下标不变 那么一直这么做呢 直到找到满足条件的这个元素为止 OK 那么这样的话 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算法 就是这样 大家看在我们相应的这个算法实现里面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拿到代码的时候 这个社区里面 我们会由这个类来去实现 我们这里面的一个算法 那么首先呢 我们会在相同的 这一个相同的这一个函数里面 如果两个元素的值是一样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 先我们先查找前两种情况 也就是两个元素是同号的情况 那么同号的情况呢 我们就先看一下 用I指向第一个正数 用J指向最后一个正数 那么如果两者相加相等的话 那么算法就结束了 如果是两者之和大于K的话 那么这个J就要 如果是正数的话 这个J就要减一减 因为这个我们要把后面这个大数呢 缩小 因为他这个和大的话 我们就要把这个大数进行缩小 使得整个和要小变小 如果他讲两数之和小与K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让这个小数变大 你就增加这个 让这个I++ 如果两者是 首先我们尝试的是正数 那么如果这里传进来的 值是正数的话 是处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一个值 我们就会按照两者 都是正数来处理 如果都是这个传入的 只是False的话 我们就按照两者是负数来处理 OK 那么两者是负数来处理 如果呢 他是一正一负的话 我们就要在这个情况来处理 那么首先呢 让这个I和J呢 分别指向最后一个正数 和最后一个负数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个I指向最后一个正数 然后指向最后一个J 指向最后一个负数 如果两者相加之和相等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条件就返回了 直接返回 如果他们这和大于这个K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让这个I减减 让这个正数变小 使得整个和缩小 于是呢 我们就让这个I减减 这个I减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一定要走向下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用一个Y来判断 让这个I一直往回走 一直走到一个正数为止 同样呢 如果这个和呢 小于K的话 那么我们要让这个负数变小 然后呢 要用一个Y的减减 使得这个 使得它一直走到这个数组的下一个负数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的一个基本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调试下这个代码 那么在我们的入口处呢 我们设置了一个指示167 167 然后给定的这个数组 就是我们文本中例子给定的数组 那么这个167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满足条件的下标I和J是哪一个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情况 好 我们进来之后 初始化 先初始化这个类子后 然后这个5Pair 5Pair的话 我们在这个的 with the same sign 先找同号的这个情况 那么同号的这个情况 一般是找 如果找不到的话 我们就要找这个1号的情况 OK 同号有两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就要找这个1号的情况 那么1号的时候呢 首先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先找到最后一个正数 OK 找到最后一个正数 最后一个正数是下标是8 紧接着我们找到最后 一个负数 最后一个负数的下标呢 就是9 然后呢 我们看两者之和是不是相等 如果两者之和不相等的话 他们之和是大于这个K的话 我就要让这个负正数往前走 如果是小于K的话 我就要让这个追往前走 也就是要减小这个负数的值 OK 大家看一直往前走 好 那么接下来再继续判断 OK 这时候 还是在比这个 还是要比这个K小 所以我要减小这个负数的值 OK 那么接下来呢 还是还是比这个K小 那么所以呢 我就要继续减小这个负数的值 好 OK 这时候这个值他们之和又比这一个K大了 这时候我就要减小这个正数的值 所以让这个I往前走 好 这时候I往前走了之后呢 I往前走了 I一直往前走了之后 我们就找到了相应的下标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个下标是3 一个下标是7 一个下标是3 一个下标是7 一个椎下标是3 那么这两个数字和呢 就正好是我们现在的 大家看这两个数字和呢 就正好给定是我们的值167 大家看314加100负的 负的147 就正好等于我们指定的和是167 我们再看另一种情况 那么另一种情况呢 是这个 假设我们把看另一种情况是75和103的结合 我们把它变成是178 好 我们看一下是178的时候的情况 同号的时候 好 同号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进入这个 先查找同号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判断 如果两个数都是正好的时候 我们就看一下他们在在怎么处理 OK 如果两个数都是正好正数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不想等的话 如果大于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让 后面的这个指向正数的这个锥呢 它的下标去 它的下标去减少 OK 如果这个值呢 还是大于的话 那么就让后面这个锥呢 一直下标减少 那么每一次下标减少的时候呢 这个锥一定要指向一个正数 所以我们这里追简简的时候呢 要有个Y来判断 因为我中两个正数之间可能夹杂了好几个副数 所以我们这里要用Y来判断 OK 然后一直走 好 这时这个锥还是太大了 一直往下退 这次找到了 找到了两个值 一个是1 一个是2 然后我把这个值打算 大家看 那么下标是1和2的两个值呢 45和103呢 就是我们想要查找的元素下标 OK 那么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由于只是一次循环 所以它的算法时间复杂度是线性的 是ON 那么这个算法复杂度呢 就比以前 我们提到的这一个 用则办查找的方式就要方便很多 那么这个算法的效率 就要比原来高了一个数量级 如果原来以前说的 用则办查找的方式去寻找 满足条件的下标的话 那么我们的算法复杂度 就是N乘以logN 那么时间复杂度 就要比现在这个线性的ON呢 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Coding 第四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